欢迎来到404档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在整个鲁镇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一文 遭到审查删除后 微信公众号风漫漫再次发布文章 股民猪油简启示录认清形式放弃幻想 将崇祯地猪油简塑造成一名 总想解套借钱加仓 最终倾家荡产的股民 以解读历史讽刺中国股市 以及官方的舆论态度 但该文很快也遭到删除 我们将选读这一篇文章中的部分内容 看看他为何被删除 猪油简是一个股民 他重仓持有大明辽东 大明平安 大明义路等多只股票 这么多年来 大盘一直下行 但猪先生总想着解套 砸锅卖铁 向亲朋好友和同事借钱 不断加仓 最终倾家荡产 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歪脖子树上 当我们复盘猪油简 那一段红红绿绿的交替到 三尺白铃的禁止 发现他其实是有很多次机会 止损离场的 第一次机会是原重换带来的 1628年 猪油简刚接下哥哥留给他的账户 多只股票都在亏损 大明辽东则是深套 他重新启用原重换 认为兵不上书 原重换提出五年平辽方案 释放利好 这相当于给大明辽东这只股票 拉出了一波行情 行情出现正是出货减持的好时机 但猪油简怕被人骂为怂包 他的选择是更换经理 继续加仓 此后大明辽东节节败退 一泄千里 因为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恶意做空 大明平安连续跌停 猪油简打开账户 看到存量资金踩踏实出逃 他想让大家求着他斩仓 因为他是个耗面子的人 但是经理们都不敢说丧气的话了 只是喊着誓死保卫求白点 这样毫无意义的口号 等到他下定决心 北京城已经插持南非 一个皇帝很多时候并不能或不会做出理性的决策 一个皇帝的命运也就总充满了不确定性 一个股民纵然不能如覆盘一般拥有上帝视角 但大明未来经济会不会变好 大明成名对未来是否有信心 大明的体制是否对股民友好 应该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以上问题的答案都为否实 认清形势 放弃幻想 上涨或下跌 都是止损的机会 股民周游简无暇自哀 而后人哀之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部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